4月23日 中国中缅发布了2024年一季报 财报显示 2024年第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8.07亿元 同比下降9.45% 归母净利润23.06亿元 同比增长0.25% 中国中缅主要从事以免税为主的旅游零售业务 包括烟酒、香化、精品、服饰、电子产品等免税商品的批发、零售等业务 作为中国免税行业代表企业 中国中缅在海南省拥有6家尼岛免税店 包括目前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的免税商业综合体 海口国际免税城和三亚国际免税城 2023年 中国中缅实现营业收入675.40亿元 同比增长24.08% 实现利润总额86.46亿元 同比增长13.50% 实现归母净利润67.14亿元 同比增长33.46% 中国中缅称 营业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受益于国内旅游市场逐步恢复向好 带动销售收入尤其是线下销售持续增长 封销售得提湯 中国平均发生 感谢观看